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战士 亚历山大大地 亚历山大大地近在八年间 就征服了从马其顿到印度的两万里地 他在征服的帝国中 建造了70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德里亚城 征服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土地 如神般受推崇的名将亚历山大大地 但即便是这样的英雄 在死亡面前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死后我的尸体被安放的空间也只有一瓶多 我击退了无数的敌人 跑遍了数万里多 难道只是为了占据这一瓶土地的吗 因身患热病 在33岁时在他乡结束了生命 他虽然拥有了人们所追求的物质世界的荣华 权力 财物和名誉 但因没有为永远的世界做准备 最后他只剩下死亡 这地上的荣华富贵与权力 不会永远长存 在死亡面前是无用之物 因此上帝小于我们 让我们预备拥有永远喜悦的灵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根本不是肉体 而是灵魂 不要为明日自夸 不知永远世界的人生是虚无的 我们在这世上的短暂人生 是预备去永恒世界的时间 为了进入拥有永恒幸福的属灵世界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不再有痛苦和死亡的永远的属灵的世界 以死亡之身是无法回去的 只有得到永生的人才能回去 那么怎样才能领受永生的应许呢 只有吃喝耶稣的肉和血 才能得到永生 耶稣将逾越节的饼和葡萄酒 应许为他的肉和血 因此 借着逾越节得到永生的人们 才能进入可以自由游行宇宙世界的属灵世界 与其只关注物质的世界 虚度一生 不如向往永恒的灵的世界 愿您参与到神圣的永生应许 逾越节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